看看咯 反正我覺得這把皮皮贏很難贏 壹刀燃底牌 他這個三殺的概率比以前的那些幫幫真的是要大很多 以前幫幫是真的被求生者針對誰很容易把 你這麼看好皮皮我就要跟你唱唱反調 我跟你說這一把張玉劍開戰員秀起來 三塊磁鐵逼破皮秀 你要建立在監管者以前還沒有經歷過487的勘探的時候 但現在大家都知道勘探的上限有多高 我就這麼說這把勘探員三塊磁鐵逼皮皮換掛了 換完掛以後節奏球者這邊馬技就夠了 然後四輪開門戰三跑 皮皮這邊帶著什麼技能好像是閃現 皮皮閃現底牌挽留 直接找到了這個郵差 就我得好好的給遊戲上一課 讓他知道作為一個解說不能這麼自信 我覺得皮皮不會辜負我 遊戲現在還處於那種什麼不怕死的階段 對吧想到什麼說什麼 腦子裡面靈光一閃我覺得皮皮三抓了 我就讓他好好上一課 反正我不是在A警說 我這把你看球者前期牽制的很不錯吧 這邊炸彈奪掉以後 這個走位很正常 兩個加速 這個位置 勘探也不敢丟個磁鐵啥的 因為丟磁鐵肯定就換追 勘探現在肯定不丟磁鐵 勘探這三塊磁鐵是留到 炸到了這個走位 我覺得這個炸彈沒有躲掉有點不應該 他走直線沒有扭 扭都沒有扭 這裡還要接一個雷 三線擊倒一波很快的擊倒 對啊 勘探離的還比較遠 這邊我沒地下室 不是勘探的三塊磁鐵是在後面 後面的發揮嗎 對就是比如說這波救下來勘探可以過來 或者下一波救的時候勘探過來 用三塊磁鐵逼迫皮皮換掛 一旦換掛成功勘探員犧牲自己 坐在影子上面 就是四人開門站 難怪剛那裡是這麼敢閃 他那波翻了個窗 有個雙彈 他不是前期第一波翻窗加速用掉 後來一個翻板加速用掉 兩波都用掉了 傭兵這邊的話 不會想卡著賣掉吧 冬雪玩那個打了個三抓卡著賣掉 他這裡 這邊好像也不知道傭兵的位置 那我的劇本呢 不是你這樣子我很難解說啊兄弟 你這卡半不就我怎麼說下去啊 他卡半還卡得那麼近 萬一我把你找出來 我給你一波逼救 你不是血虧 不是我的劇本就被這一花給燒了呀 直接一把火把我的劇本給點燃 這邊直接切了個底 底盤直接切了 知道沒 A到了傭兵 勘探員啊 張玉堅 勘探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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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掛三年 要倒了要倒了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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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遙控雷 遙控雷 他已經打算把自己賣掉了 沒有沒有他討死角讓勘探員來打架 對 對我不著急 用九千啊 我先前面兩個次把你丟下來 第三個第三個次我讓你暈坐 這個次先得廢掉 對拉開 看一下啊 這邊 看他有沒有這種想法 其實是不夠的 這波沒有暈 這波沒有暈 沒有暈先去掛人了 這裡不能放了 這裡不能放了 這裡給暈下來 趕著把他接倒 沒有磁鐵了 沒有磁鐵這邊扛刀 扛得到嗎 我覺得不用出刀 就炸他慢慢炸就行了 對 我出刀幹嘛 我出刀一個插刀你走了 遙控雷倒地 那這波能掛上 掛上就飛了 掛上而且他可以傳送落地秒人的 傭兵勘探都是受過傷的 這局 其實他們卡死就我覺得勘探員其實就不用過來了 好消息是雜技 但這邊剛通擊了一下雜技 看到雜技走位了 但雜技現在很安全 而且他手上滿技呢 他既然是賣掉了 卡死就了 是不是就不要過來保了 勘探員這邊 他不保的話 勘探的磁鐵就三個磁鐵半天用不出來 留著嘛 但我覺得這波保價值不高 我先把三個磁鐵這波機會用出來 我讓我再再來一波 也是也是 但剛才那波 我們吸引一萬一勘探員吃一刀 這掛飛一個再掛一個勘探 那不是 好誒這裡沒有 誒 失誤了他這波沒有暈住 誒 我說什麼 我說什麼 誒你說的是磁鐵取消插刀 又沒說磁鐵沒吸到人 誒這不是磁鐵伍入部差不多嗎 都失誤了他磁鐵 磁鐵失誤了 那邊傭兵壓機 還是雜技壓機傭兵救人 這波他在排耳鳴 排耳鳴 這波應該是能排到他在這窗戶位置 但是 然後 機子應該是壓死能夠打一波 壓死的 他現在如果想要去爭一個三殺四殺 他現在不能手撕 對對對 手過半了就趕緊去 手過半就趕緊趕緊出發了 對 因為他這邊是什麼樣呢 就是這個節奏是先過去把這個磁鐵給抓了 開耳鳴救下來以後外面要起新機子的 外面要起新機子 你起新機子以後呢 他這邊手裡面的傳送CD待會就好了 傳送CD好以後再傳過來 把這個開耳鳴給抓了掛飛 現在最好的節奏就是我這邊把你救下來 然後亮 就沒有救下來 然後倒了亮大心臟起 哎呦皮皮這刀 能不能秒了 能不能秒了 如果能秒了會有機會去 有加速有加速有加速 19秒的傳送 砸幾點會不會生的 搖過來沒中 搖過來沒中 這邊沒中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磁鐵 彈一下 有雷嗎 暈左 有雷嗎 砸技點門有點慢 砸技點門27秒 遙控咧 剛才沒炸中有點傷啊 皮皮 連炸 有了嗎 沒有 沒有的話 最後一下最後一下 沒中沒中沒中 哎 到這邊完了 平啊 哎 我剛說什麼來著 我賽前是不是說這局是平局的 哎呦他不去控場 他最後一台遺產系 我覺得皮皮有點太過於求穩了 不過他也可以這樣打吧 因為他手裡面有個傳送 他覺得他應該知道怎麼打的 他知道怎麼打的 他去控場 他還能去拖自己的傳送CV 我也覺得他當時就過半了以後 他就走就好 去抓機會更多一點 是的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